近来企业陆续开工 春酒活动不少 国内的一家美妆企业回馈社会公益 除了邀请伊甸基金会 轮椅舞团到场演出之外 也额外加码捐赠 市价近千万的沐浴组 共5000平给台中市社会局 希望为弱势家庭 尽份心理 春酒活动热力开场 台上演出的是伊甸基金会 轮椅舞团 这次受到国内一家美妆企业的邀请 难得有机会上台演出 让更多人看见他们生命的光彩 也希望能够借此影响到 其他企业或是其他一些朋友 像我们的会员 都相当有爱心 看到我们在做这样的一个善举之后 大家都会一起响应说 跟公司分享 曾获华人公益企业金船奖 殊荣的这家企业 这几年投入公益活动不遗余力 去年除了祝惠民盲少 与捐赠食物银行外 今年更延续公益 捐赠市价近千万的沐浴组 给台中市社会局 中低收入户或是边缘户 还有一些就是游民 我想这是都市的一个形态 那这个清洁用品事实上 是每天都不需要用到的 我们会一样是聚焦在 高顶富康巴士的一个捐赠 那我们会去了解各县市的一个需求 第二我们希望连结全台各县市政府 以及相关的一个慈善机关 去充分了解到他们在物资方面的一个需求 第三就是我们希望从偏向 就是一些比较交远的地区 然后能够去深入 台中市社会局表示 这次捐赠的5000瓶沐浴组 将分送到各食物银行 帮助更多的弱势家庭 记者李静阳台中采访报导